大家好,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五光谱图像仪的操作视频 首先我们检测仪的出厂标配都有电源线,USB线,平板充电器以及我们的平板 第一步,先将我们的电源线插上电源 然后将我们USB线从我们仪器的后下方的一个端口 插入到我们平板相对应的端口 它这个作用主要的是检测仪连接我们平板的一个渠道 好,然后将我们的平板开机长按开机键 确认平板开机,再确认一下USB线插入 从我们仪器的后下方有一个开机键往下按,会有D的一声 仪器开机 在我们平板的主界面的右下方有一个WiFi的logo 我们点开 连接相对应的一个WiFi就可以了 确认连接 长按五光谱图像仪的APP 点击打开 点击是 打开软件 会出现这个界面 我们点击快速注册 第一次登录需要用电话号码注册一个账号 依次填上去 点击注册即可 点击根录 根录成功会出现五光谱的主界面 一定要确认走上方的设备与连接才可以操作 第一步 新建档案 按照上面所提示的一次填写 填写之后点击下一步 根据我们的语音提示拍摄有五个光谱呈现的五张图片 拍照完毕 点击提交 请离开 现在这个界面是由我们五光谱拍出来的 十一张基础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皮脂 皮脂是由我们皮脂线分面而出来的 黄色区域代表有皮脂比较卫生的区域 当然它这一个界面明显的就皮脂比较少 就比较干 好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斑点 斑点绿色框出来的这一些都属于我们一个斑点 还有黑质 黑色是沉淀它都会框出来 色斑是由我们白光所拍摄的 所以我们肉眼可见到的它都会框出来 现在我们看到是毛孔 我们可以双击图方大来看 这些防色一点一点的都是属于我们毛孔的一个地方 好在我们右下方会有一个定调分析结果 我们可以来根据这个分析结果去评估它的一个面部情况 皱纹也是我们白光所拍摄的 也是肉眼可见到的 绿色区域为我们的一个皱纹 水分是我们整个检测仪 是我们皮肤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有的每一项都跟我们的水分有直接的关系 颜色比较深代表水分比较足 像颜色比较浅代表这边是非常干燥的 需要一个大量的补水 所以像它皮肤是明显的很干燥 这一块就这一块是比较深 这些都是比较浅都代表比较干燥 肤色是由我们的正片正所拍 像我们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 分比出来的多跟少 决定我们一个肤色的原因 也跟我们日常的紫外光照射也有直接的关系 像粗糙度是我们的白光所拍摄 它是根据我们的一个年龄的增长 以及我们皮肤没有那么弹性凹凸不平 还有我们对外界受过一些刺激 比如有搓穿粉刺啊 这些豆坑这些凹凸不平 一个皮肤的一个细腻度 你看像它的皮肤还好有一点点粗糙 就是这些棕色的一些区域 紫外斑是由我们UV光所拍摄的一个画面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图片 你看它底下明显的有黑色的一个色层 它呈现出来会呈现一个赛斑的表皮 所以说我们平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以及我们补水让它皮肤比较干 棕色斑它是由负片这手拍摄 它是比紫外斑还要更深层的一个斑点 因为它的根是非常的深的 如果它一旦呈现了表皮 也可能是我们的防护斑 也可能是我们的晒斑 它是一个隐性斑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防腐 你看这些黄色区域的 就代表它底下有棕色斑 它也会跟着我们年龄的一个增长 不定时的慢慢出来 也会可能会受到外界的一个刺激 然后会一下子呈现出来 它也是属于我们正天真光拍的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图片 像纹理越粗的话 它会容易有出现细纹 所以说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补水 你看这一块就是纹理 它是比较粗糙的 它就像风跟谷一样 粉刺是由我们的南光四年五所拍摄的 我们可以双击图片 放大来看一下 像它面部呈绿色小点的 这些都是粉刺 在我们皮肤底层的粉刺 是我们肉眼可看不见的 所以像它这个皮肤 必须得做一个深层色的清洁 因为粉刺是已经很严重了 这张图片是由我们幽微光拍出来的 一个皮肤深层次的一个图片 是我们肉眼可看不见的 好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皮肤分形 我们皮肤分形 其实跟刚刚我们11项基础的皮脂 是有直接性的关系 皮脂分明过多 它会油脂会更多 就皮肤是属于油性 皮脂分明过少 它的皮肤就比较干 是属于干性 所以说我们还要根据我们看见顾客 面部的一个状况 结合我们的皮脂 以及我们的幽微紫外斑 拍出来的这张图片 来作为一个全面细的分析 肌肤年龄这一块 像它的实际年龄是24岁 它现在肌肤年龄是泥 就相当于它的面部年龄也是24岁 如果它减的话 就是比实际年龄减一岁 如果它渣的话 那它面部年龄就是比实际年龄渣一岁 这个板块 就是用来跟顾客互动的 可以稍微调侃一下 略过 对比分析 就是我今天来做的护理 选择日期 这是我今天检测的 3月4号 好 我下个月再来做一次护理 就是做完一个调整之后 再检测的 我们可以对比分析 每一项 比如我的斑点 有没有淡一些啊 我的毛孔有没有淡一些啊 就你做的什么护理你可以取决 针对哪一项 做一个对比性分析 有什么差异化 我们的综合报告 首先先看右上方 会有个扫码看报告 我们点击 用微信二维码扫描 即可获得检测报告 综合报告往下发 是我们的一个皮肤评估数据 红色代表是报警 黄色代表是预警 绿色代表是正常 这边呢 就是刚刚的一个 皮肤分析的一个参考数据 按照刚刚啊 那个话术来表达即可 底下是我们的一个产品推荐 解决方案 模块 它主要就是用来推荐产品 你看 这边有我们的蛋斑补水 等的一个项目 我们可以创建方案 按你的产品图片 以及名称价格功效级别 使用方法输入进去 点击保存即可 保存成功之后 它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界面 在我们的右下方 会依次的推送 你保存好的产品 比如它的皮脂是清洁的 你这边是清洁的产品 它就会自动推送出来 我的账户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主账户 如果说我有连锁电的话 我会给它创建一个账户 然后它的账户密码 以及电话 我会直接给到它 然后它是属于我底下的 它没有任何的操作权力 只有我这边才可以操作修改 所有东西 在我的账户里面 有一个数据统计 这边呢可以看到你 每天的一个检测的次数 以及累计的 以及本月的 比如说现在是三月份 我要看三月份的 我想查一月份 我也可以看一月份的 可以自定义去选择 当你操作完了之后 该如何退出 点击我的账户 再点击退出账户 再确定 然后回到我们的桌面 在我的账户 账户广里 点击进去 这边有一个 几乎年龄模块 以及我们的脸部 特征模块 我们可以点击显示 也可以点击不显示 取决于贵公司的需求 以上就是五光谱图像仪的操作视频 谢谢观看